赶紧说 到底干什么去了 局长 俗话说 命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我 他不就弄点事儿吗 是吧 得 值了 你去找女人了 忙中投闲嘛 你这个家伙可真不够意思 这次吃起毒事儿来呢 怎么 为什么不带我去 你顶 良心的打打的坏子 好 下次再有这种机会 我一定带你去 你也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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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呸呸呸 什么死要活的 我不爱听 我相信 知青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但愿上天保佑吧 我现在就去找关系打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我跟你去 不 两个人目标太大 容易暴露 你跟孙彪留在这儿 不 我就要去 听话 别忘了你是个军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特白员不在 这里我全权负责 你 你也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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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柔 家带子 你可来了 等着急了吧 东西准备好了吗 那 我帮你拿 那不用了 你稍等我一会儿 妈妈 那我去了 去吧 平时我最喜欢游龙了 一个女婿半个儿 如今阴阳两格 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烧纸的时候 帮我粘刀几句 不会的 那您等我回来 好 根换 Coming 帮我 好 小妹 大叔 她严重吗 她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失血型修科 如果不马上给她书写 恐怕她小命修矣 韩颖姐 您这么累 还是抽我的吧 你是什么型 她是什么型 这如果不匹配 那是要出大事的 我是欧型的 我以前听医生说过 这种血型是万能熟血者 不 不 你们就别犹豫了 现在救人要紧 大夫 您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来 来呀 那好吧 那好吧 陈碧 你又来干什么 你又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大姐在那个姜太子的陪同之下 去了大姐夫的阵王之地祭奠去了 五十四号基地 那她待遇可够高的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五十四号基地是什么地方 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吗 这肯定是大姐的那位老同学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呗 迟缘 迟缘能对中国人网开一面 那真是天方夜谭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你的意思是 醉翁之意不再久啊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抽过时间就去 又要去哪儿啊 局长 您来了 先回答我 又要去哪儿 这个 我说你小子 是不是又想着出去吃毒食啊 你真想知道啊 当然 我去阴曹地府 去阎王爷的金卵宝殿 这样你也跟着去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啊 兄弟 这种玩笑你也敢开 你这不是咒自己的吗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咒不咒的就那么回事 这些啊 还有件事 什么事 算了算了 就算我没说了 到底什么事你说嘛 这 我最烦你的就是兔半截燕半截 吞吞吐吐的样子 到底什么事 快说 是关于智青 小妹 小妹她怎么了 她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 特派员负伤后 被来历不明的人给劫走了 是啊 我了解了 这绝对不是咱们自己人所为 既然不是自己人 那 那就只有 十有八九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周志青 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揭奏了 共产党的游击队 小妹 你别哭了好不好 小妹 小妹她身负重伤 又下落不明 小妹 智青要真的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劫走了 那她绝对死不了 你也用不着哭添抹泪了 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 这事可就悬了 前车前车 报告夫人 我已经这样接我的电话 说你们二位要到这里来 但是按照规定 我必须要检查你们的特别通证证 对不起夫人 请您出示特别通证证 我来的电话 这事可你现在看了 你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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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那是死的 老舅长,他们来了 我知道了 他们来了 你们听好了 严格按照我吩咐的起座 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严格 游龙 这里是你 游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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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龙